昨天 缺席巫统纪律局听众会的巫统文庙州议员赛拉尼 通过解释性表明 自己不会遵从党命与西蒙和行动党合作 因此请求巫统开除他 根据当今大马看到的解释性 赛拉尼批评 巫统主席阿姆扎西背弃了在党大会所提出的 拒绝跟首相安华或行动党合作的立场 赛拉尼表示 自己过去受命离开巫统的政治敌人 但如今敌人却成为了巫统的永恒爱人 这令他感到背叛 他也补充 巫统开除他并不会影响马流甲州政府的结构 因为甲州政府由21名国阵州议员和7名西蒙州议员组成 少了一个议席不会有任何影响 今年8月 赛拉尼出席柔佛国盟的竞选机关推介活动 而引起争议 所以面对巫统纪律局调查 赛拉尼在解释信中为自己辩护 强调他并没有在活动上发言 包括不利于政党的言论 因此他并不是在扯巫统的后腿 赛拉尼在2018年以公正党旗制赢得文妙周席 但他在2020年叛变 并在一年后转投巫统 2021年马六甲州选时 他以国阵巫统旗帜守住文妙周席 赛拉尼曾出任甲州行政议员 但今年4月行政议员改组时 他没有再度受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